在陕北插队的七年 它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几乎它是带有一种很神秘也很神圣的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在后来的没有一种挑战一种考验 或者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脑海里翻腾的这个都是陕北高原上耕牛的这个父老兄弟的新天宇 下雨瓜风味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 晚上跟着看牲口 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 什么活都干 一段经历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出身于革命家庭的习近平 15岁的时候去陕北农村插队 也正是那一段经历给了他一种力量 一种勇气和一种生活信念 这种冬天打扮的时候呢 齐静天呢 这四伙也接着把不说 来这部队广州教练 就下去此病 也不靠为了什么后遗病后遗病 我在包子上开到四川路处拜沼气 他自闭到绵阳学习 不然以后也拜成了 两件事拜成 我下次第一口沼气 第一口吃的是颇碎功夫 就是一直看到这个沼气 吃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 但是就不见气出 最后这个鱼一突开啊 就见了我满脸喷粪的 满脸是粪 但是呢气就呼呼地冒 我们马上就是接气管子以后 我们这个沼气造上 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 马上那个已经跌了呀 我看那个再跌一尺的那个 池子要炸了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 另外一个沼气池可能相隔了一点 可以建策 但是我们还是不一定 大家去推荐它 台阶了这个粘管地址 上台下台下台 这期公司代表达会 在这个会上呢 给他叫了一个散热摩托车 如果是他要自己把这个摩托车 用的话就去旁边来 但是呢他没这样做 他觉得这个摩托车 这个从商用客不实用 就到龙杰公司去的话 就换个束缚托拉去 带了一个这个磨灭子 还带了这个磨碎子 所以一次呢他就换了个散热 上后呢他找到手机以后 在跟我家一块吃饭的吧 我在这个家吃饭去吃饭 我从车家具里面 人这个关系不是你前两天都做好 前五年是一个 靠到车往大厨 他就第一家动作 今晚就找车往大厨 他就拿出去 前五年来 最后给你和我说上 我用车先锋给你 送给你所有的四年 这部车先锋都是准备 整个两眼被插腿的四方 妈妈的轻松 轻松做的这个车先锋 给你了个车先锋 我就修三个次了 一二一三次 把你再裤子 做的那时候 从上自己的车先锋 我自己的车先锋 下去你走到立业 我都说到立业 我都说到立业 所以我就看了 这个车站在来 就站在来 我现在我一开始 我都说到立业 站在那里 站在那儿说话 他就是做得那么绝静 然后也没老老说说 我流流来 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 我觉得在我一生中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 一种就是我那个山北老乡 这种历练对你今天有什么影响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 真正理解了老百姓 了解了社会 这个是最根本的 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 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 以至于到现在 每时每刻影响着我